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它是不是给了你初始序列 告诉你进行希尔排序 然后给了你第一趟的结果和第二趟的结果 问你两趟排序分别采用的增量是多少 这是不是一个希尔排序的典型的题 我们知道在做这类题的过程中 和这个初始情况一般情况下是无关的 我们想要判断第一趟的一个增量 只需要进行分析第一趟排序的结果就可以 同样想要分析第二趟排序的一个增量 只需要分析第二趟排序之后的结果就没问题了 我们现在来做一下 首先分析第一趟 我们来看选项是不是只有三和五两种可能性 那么我们只验证这两种就可以了 首先提补增量为三的一个情况进行分组 是不是第一组一往后数三个 五往后数三个 四往后数三个 十 那么第一组而言是不是就是一五四十 它已经不符合一个有序的情况了 所以说后续的分组我们就不需要进行分析了 直接排除 那么不是三是不是肯定就是五了 从选项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 第一组 一往后数五个 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六呀 再往后数五个 是不是八 那么第一组是不是就是一六八 第二组 三往后数五个是不是四 那么第三组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式 是不是七和九 第四组五和十一 最后一组二和十 它们是不是每一组都符合增序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增量为五是一个正确的 验证成功 然后我们来分析第二套排序 第二套排序看答案是不是有三种 第一种是一 第二种是二 第三种是三 那么如果说你的一个增序是一的话 是不是说明你的整体就应该是有序的 而你整体一看是没序的 所以说这个一直接排除 只有二和三两种可能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进行一下分析 对于这个排序结果 第一组增量为二的话 一六往后数两个 三五十一九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是不是直接就不符合了呀 所以说它是不是直接排除了 都不用看后面的分组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增量为三的话 分组情况是什么样的 增量为三 一往后数三个是不是四 四往后数三个是不是五 往后数三个是不是十 是不是就是一四五十 而第二组是不是二三八九 最后一组是不是六七十一 他们是不是也都符合是一个增序的一个情况呀 所以说它是一个正确的 那么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 第一套的增量是五 第二套的增量是三 我们选的是一个第一选项 就是这样 那么多就是这样 看看